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31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這個新移民潮 因為 香港 綠德 在2022年頭三個月 居然綠德 正移出人口高達14萬 只在這三個月 因為 港共政府的抗疫 令到更加多人離開香港 移民人口 有聲無減 這一節跟大家說說 也會做一些討論 我們今晚將會有直播節目 今晚記得 時間較早 就是7時 星期四 晚上7時 我們現在 暫定逢星期二 星期四 晚上7時 就大概兩小時至三小時左右 根據我們過去的直播經驗 通常都兩小時以上 大家就記得出席了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幾種方式支持本台 加入我們的Patreon 繼續 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繼續參與我們的直播節目 交月費 也可以 請大家安裝Pine Network 記得是Pine Network 最近幾天 增加的人數下降了 希望未安裝的朋友 來考慮一下 因為是免費的 這個是一個 掘礦的方式 我們希望嘗試引入一個免費的方法 繼續 支持本台的營運 希望 大家可以用手機安裝Pine Network 接著是Network 很簡單 輸入幾項資料 你已經能夠使用了 記得使用本台的邀請碼 安裝這個程式 你先下載這個程式 輸入邀請碼的時候 輸入本台的名字 本台的戶口是JohnTuesdayWall John是JohnConnor的John TuesdayWall是本台的名字 所以就是 J-O-H-N T-U-E-S D-A-Y-R-O-A-D 全部世界 連同一個字 這就是本台的邀請碼 我們誠意邀請大家 就是用這種方法 因為你安裝了之後 就算你不要 就算你不用 本台也會自動加速一個帳號 希望你就能夠多多活用這個方法 當然也希望大家繼續打開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無限烏大發 手動點擊 這個是很重要 希望大家努力進行 好了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就是按閃電鍵 不只是你的 我也會忘記按 最不好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你一定要在上一天 24小時之前 按閃電鍵的那個時間 才能夠再按一次 所以會令到很多人不小心miss了時間 所以不要緊 記得回去再按 這個是考恆心的一個節目 情況就是我們還未出新片 你按不到like一樣 一定要等到我們有 新片出來了 你才可以建設性留言 以及按like 一定要等到24小時結束了 閃電關了 你才可以再按 香港在疫情之下移民潮 並沒有減退 不單止 不減退了 實際上還是增加了 因為 不是怕了你的疫情 如果你說怕疫情 不留在香港 會有一個 矛盾的地方 所以其實很明顯 他不是怕疫情 而是怕 你港共政府 不知所謂的防疫政策 說移民 如果你說要怕疫情 那麽英國的數字豈不是更高 更加可怕 所以 真真正正 拍了你的 是香港的垃圾防疫 過去已經連續三年 香港人口 錄得正宜出 根據入境處的數據 今年頭三個月 共有14萬香港人 就是淨流出 這個雖然是入境處的統計數據 首先第一 入境處要做這個數字 如果要做假數 暫時 是有困難 這是第一 第二 這個也是對不利的數字 這是淨流出 所以我們就是以這個作為基數 當然也有機會 實質數字比這個數字還要更高 這個就是港共政府 公佈的淨流出數字 實際上有機會 更高的 實際上 雖然疫情之下 沒有直航機飛去英國 但是 新加坡的轉機櫃位大排長龍 沒有直航機 大量的人就搭這個 轉機 也要飛去英國 英國繼續成為香港人移民的首選 這個是肯定的 因為門檻是最低 也有移英的香港人說 疫情並沒有影響他的移民計劃 離開的原因 是因為政治 社會因素 簡單來說 也是跟政府有關 只有垃圾政府 才會令人想離開 香港現在 基本上 比內地城市更荒謬 現在又跟你說要改罰則 強檢違法 你不遵守強檢 又可以罰你 罰你錢 現在 香港人 淪為港共政府的糾塞 他喜歡怎樣收割 就怎樣收割 所以坦白說 中央接手了來管香港的防疫 又或者甚至乎換走林鄭月娥 換另一個上去 是不是真的可以 換解藍絲的痛楚呢 坦白說 我不覺得他會放寬的 其實 中國大陸也沒有放寬過防疫政策 為甚麼 香港人可以去海灘 我們要封城 所以 他一定是會繼續整色整水 繼續在擾民 換了李家超 也不會有分別 所以我反而想看看 林鄭月娥被換走 換李家超上去 做事比林鄭月娥更過分 到底 到時候的藍絲 還有甚麼說話好說呢 我其實真的很期待這個畫面 所以 我也很想他換李家超上去試一下 因為我們幾乎可以斷定 這樣的港共爪牙會不會 換上去 就會令到藍絲很開心 放生韭菜 其實真的 都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定不會的 所以 逼著離開是很正常的事 政治不穩定 社會民生 沒有一樣東西穩定 坦白說 香港也不是正在 進行一場 保衛這個地方 的戰爭 不是現在有一場 入侵的戰爭正在在防守 很難 拿烏克蘭來做比較 實際上香港是等於 已經淪陷了 其實應該這樣說 已經淪陷了的情況之下 無論去留 我們也尊重 但是當然 當然 如果你是藍絲 又要留下 又要投訴 這件事是沒得投訴的 所以 再弄清楚這個問題 如果你藍絲要留下 又支持政府 又渴望 北京下來 處理所有事情 會換你心目中想要的人 那就不用普選了 為甚麼要有選舉 就是因為 選擇權在人民那裏 為甚麼北京不會給你 就是不想你有選擇權 所以他會不會 信你的意 信應藍絲的民意 你說換林鄭就給你換 坦白說 其實我覺得是不會的 雖然我主觀願望也想看看 我想看的 不是想看換人之後的良好結果 而是想看 換了給你們看 之後你們一樣要受苦 我想告訴他們 你一天沒得選 你一天沒得民主自由 你永遠 別人幫你選擇 那個一定是 殘民以自肥的 有甚麼好過你花費大量的唇舌和藍絲辯論呢 其實就是事實勝於紅別 所以我其實 也很想 李家超換上去 然後再做一些 比林鄭月娥更加過份的事 告訴他們 你們的想法是錯的 你以為跟北京 投訴完就會沒事了 換回李家超 開放了所有東西 沒事了 經濟暢黃 通關 不會發生的 中國大陸自己也未能搞得到 讓你香港一個小小的地方 本身不聽話的 你們有得發達 內地居民要受苦 中共不會讓你做這件事 中共要整個 所謂中國大陸 是一體化的 所以這件事可以解釋到 要這個時候離開 是真的有原因 當然 很多人真的是移民 但我們也再說一次 雖然真的有很多人移民 但我們就會主張人們離開 幾個原因 第一 你離開了 你有更加多的生存空間 不需要受到 港共政府迫害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不會因為 被港共政府收割 從而將你的資源 變換成為中共和港共政府的資源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你不單止移民離開了 你想參與 多一點 香港未來的 光復的工作 之如此類 香港未來的工作 香港參政的成分 討論政治 甚至乎參選之類 去投票 又或者接受軍事訓練等等 你在香港 你可以做的機會 遠比你離開低 你在香港也可能可以做 但是很明顯 你的代價和成本 高過 離開了的人 簡單來說 如果你現在在烏克蘭裏面 你可以接受到 烏克蘭軍隊的防衛訓練 但是如果你現在 被俄羅斯捉走了你 做了戰夫 去了俄羅斯 那麼你覺得 到底你留在俄羅斯 會容易些受到訓練 還是留在烏克蘭容易些受到訓練呢 當然不是可以絕對類比 只是純粹舉例而已 你會分別到 其實 離開了是多了一些空間的 從這個 烏克蘭的戰爭 我們應該 看得很清楚 香港人 其實全世界的人 所有的平民 我們是沒有必要說 軍事不是我的強項 武力不是我的強項 這個世界 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 本來軍事是他的強項來的 除了你是俄羅斯 被人強制徵兵之外 這樣也不是他的強項來的 他只不過 被人硬捉去做沙包 做戰靶 所以 你的看法 你的 視野的限界 會出現的 視野的限界 是跟我們那個約定促成的框框有關 我們打破了那個框框 然後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根本沒有障礙 所以這個就是 我都不知道第幾點 總之 你開了的香港人 無論是移民也好 流亡也好 或者其他 之如此類也沒有所謂 但是我覺得香港人真的一定要 開始要接觸軍事 你不是去英國當兵 也不代表你 就接觸不到軍事 你可以不用當兵 但是我們要開始 去學習 例如使用槍械 有很多是合法 的訓練班在歐洲 當然如果你有槍械的認識 夠年輕 你也可以去考慮 加入歐洲的國家的軍隊 他們有預備役 他們也好像是請紀律部隊的性質 這就是未來香港需要有機會要做的事 香港有沒有流亡政府 還不重要呢 烏克蘭的例子 又不一定要先有流亡政府 其實 到最後可能會是 一隊叫做香港志願軍的人 好像現在 烏克蘭的志願軍一樣 志願軍是不需要國家在你背後的 當然 有就更好 沒有 沒有 一樣 換句話說 我們在國際上沒有一個實體 也不代表 我們不能夠有香港志願軍 移民移民就說得太多了 會好像我們這樣提倡的 就非常之少了 所以我們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 就是這樣做 即使你是商人也好 專業人士也好 根據英國的統計 有很多移民的人 可能是manager、director、professional occupation 這不重要 烏克蘭就是告訴你 我是教書 我是生意人 還是 小學生 小學教師 還是專業人士 還是農夫 這個不是最重要 我 大半生 前半生有沒有開槍 不是最重要 你現在 決不決定去接觸這件事 才是最重要的 烏克蘭有哪個農民是從來都 接觸開飛機和導彈的呢 一定沒有的 所以這個不再是一個藉口 不只是香港不是藉口 全世界的人 包括台灣 都沒有藉口 台灣更加沒有藉口 台灣絕大部分的人都當過兵 我們這一節 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回到終尾了 沒有了 從前往 進入了